这次复活赛 一定要拿最好的状态 上次被淘汰 我是不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咱没有耳麦 这回有耳麦了 咱还怕谁 这回回来 目标就是 把这个小金人弄加强 有没有信心 有 表示 回来 谁让你俩现在把它弄加强 我的意思是 等咱拿了第一 让人家搬给咱们 那结果不都一样吗 有道理啊 搬 看你们心急的样子 调整好状态 准备演出 老四呢 他太兴奋了 上厕所了 赶紧找他 胡碧老师 准备的怎么样了 万事俱备 只啥也不欠 那是最好的 你们道具没来 没问题 什么道具没来 什么道具都没来 好 打车回家 请欣赏下一个节目 无惧挑战 不行不行不行 没道具咋眼吗 你给我找点替换的呀 好 不是 大哥呀 老四还不知道情况呢 你告诉他呀 老四 人哪 你们来呀 我都找你们找半天了 我还以为我上座船了呢 老四 你听我跟你说 如果你不好好听 我怕你后面会手足无措 今天船上出了点事 我希望你放得格外聪明伶俐一点 你懂吗 懂个屁 我明白了 你们忘了是吧 我背叛了你们 你们得给我上行啊 你们得拿捞铁捞我呀捞我呀 我这么跟你说吧 刚才 在大海上 我咔咔我正开船呢 对面 哇又来一个海盗船 我承认啊 我当时有点疲劳驾驶 我呱下去蹭上了 蹭上以后下来 跟我要二百块钱 我说那我不能给你呀 那咱走保险吧 他说那不行啊 咱必须给我二百块钱 我说我不能给 哗上了一帮人 他就给我们给抢了 抢完了以后 船上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烙铁呢 烙铁也没了 那不完蛋了吗 明白了 终于明白了 老四既然你明白了 我就不给你上行了 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吧 大哥 大哥你干啥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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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干嘛 老四你往这边点 我推倒 我砸死他 你来呀 你来呀 你最真硬啊 哎哎哎 哥干啥 大哥你干嘛 大哥你注意指度啊你 我把他衣服脱了 我让他活活冻死 那得冻多久啊 那我不让他穿衣服 我让他羞愧而死 笑话他 大哥你是真高啊 高个屁 这不是没招了吗